這是嗎? 這是有活的 活的嗎?欸!真的欸! 有活的 耶!上班! 你好!我是Mira 然後現在呢 超早 八點的紅大 因為今天我要去一個一天團啦 好,然後你們走 就是我們鏡頭的背後有 有我 有網址 有沒有覺得我今天很大呢? 我就是打不出一個紅色的氣質 就這樣子 欸!很好吃!很好吃! 然後我們今天我要去 瓜貝 好,反正先上車有點趕 這好吃耶 是王貝比吃品 因為王子啊 他終於 來韓國了 就是他真的來了 而不是雨昕的來 他就是會一直在這邊 然後我很開心 然後所以大家 以後應該就會很常看到他出現 有想要看到他嗎? 沒有 沒有 全部就是沒有 不想不想不想 然後都忙中止這個計劃 耶!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休假所 距離我們的目的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中間要來這個休息暫停一下 嘿!我的團友!我的團友這邊 對!我們現在呢 我們要去吃一點東西 因為距離我們的目的還有一些距離喔 所以我們就要先這邊停一下休息一下 然後也讓司機休息一下 好不好? 好!好! 好! 聽說這裡這個搶劑聯絡很好吃 所以馬串 我覺得有點大 我現在就不想吃 好神奇 還有一個外套 在這裡上去 可以購物 超棒 但要晚一點才開 超好的 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想吃什麼 我們叫的所有東西都是不同的 謝謝 感謝 好! 爽啊! Comme良好 它很舒服 好NG 这个就是我们的东邦了 真的好像有够锡了嘛 也是一米的菜味道 超好吃 我们还要大概一个多小时 太大了 这边有一个是经验者 是挖那个泥巴的 好开心 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挖蛤蜊 用宝东话讲要怎么讲 挖背后 有一个小的螃蟹 好可爱喔 超小的喔 我觉得我还好有穿鞋 不然我觉得很恶心 对 因为其实很多洞 耶 我人生第一次 这是一个第一次去挖背的心得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风很大 我不知道收不收音 如果就是有风很大的话 搬了 而且我从那边来 超远 好 好 好 我们下期待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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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洞 一样 是不是 柠檬 能不能 可是 足部 loe 就有嗎? 就跑出來了 欸達人 韓國的不一樣 這是嗎? 這是有活的 欸真的耶! 耶! 成功! 耶! 欸我去洗一洗 好 看他好漂亮 欸真的耶 欸你成功了 加油 我覺得你是達人 我相信你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要找洞 就是這種洞 就是散鹽巴套就出來 可是現在就是沒有啊 這裡了! 他剛剛有螃蟹 他走一半 然後我們過去 然後我們過來 然後他就走掉了 這裡面有 剛剛有 你挖挖看 他那洞很深耶 這超深的 他說不知道跑去哪裡去 會不會我們今天就 成功就一顆 欸我們要用這煮湯喔 好好好 我用這煮湯 哈哈哈 哇真的 瘋了 剛剛明明有螃蟹的 欸可是我覺得貝殼很漂亮耶 然後聽說就是冷一點 會比較多貝殼會出來 因為現在還蠻熱的 現在七月中 欸我找到一個 你的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 好漂亮喔 哇哈哈 好重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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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洞很大 可能有耶 啊 啊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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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怪 可以嗎 這裡 真的嗎 啊 真的嗎 你能找到哪里? 在前面 真的吗 现在我们都在前面 所以我们不能找到 这些人都很适合 什么都出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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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跟他们说拜拜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好把他们带走 所以我们就会把他们放下 这个人超级不舍 然后她说还有什么 用手机留念 什么什么 它至少都存在在我的故事里面 开门斤 哇 欸 很近欸 我第一次这么近 就能看到他们欸 我觉得有点可怕 他们原来很大只 才喂东西 难怪他们过来 哎呦 哎呦 好了 现在挖完蜆了 虽然不是那么成功 但是我觉得超级好玩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好玩 第一次 对 你的评价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是很怕麻烦 很怕争 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去海边的人 我觉得很OK 然后沿了这个挖蜆 我们还想去街附近呢 有一个是竹鱼墙的 所以现在呢 就要去竹鱼墙了 哈哈 我笑得莫名其他 他为我们吃肉 哎 就是韩国人就是这样子 就是 很亲切 就是你第一次见咯 突然就为我们吃肉 这就是他们讲的那种情 我跟王子很喜欢韩国的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这种情 很幸运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没有要来这个地点 只是我们刚好发现 然后想说我们来看看 是一个非常好的发现 这里有很多螃蟹 哦 漂亮漂亮 刚才挖蜆的时候呢 旁边有些当地人呢 就跟我们说 其实这个除了挖蜆之外呢 最后只有竹鱼 然后可以即场吃的 所以我们就来了 他说的这个地址 就是这里 然后想着 进去问一下 整个流程是怎么样 这个餐厅在这里 蜆的到上面 超想吃 好 刚刚就进去了 然后也刚刚见到老板 但是 他就说我们非常不幸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现在是没得捉鱼和没得捉蜆 为什么呢 捉鱼和捉蜆 一样都要等潮退 然后你才可以进去 本身是海滩下面的泥地 捉的 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潮漲了 所以就坐了这个时间 所以其实我是真的很想再来多一次 去试捉蜆 因为其实他们就在旁边 那里很方便 这边近海 所以主要的活动 都是水上活动为主 所以现在夏天或者秋天 也挺适合 而且秋天是多些蜆蜆的 所以8月 9月 10月这些时间来 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刚才老板说 他会接到一些团体 所以我在想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这样做一个团 来这里一起玩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兴趣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是多人的话 那就出团了 约定大家 我拜托多些人报名 那我就可以交一团 因为其实呢 刚刚都问了 因为团体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都要 到第一个人数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的话 同一一起去吧 那越多人报名的话 就可以增加这个出团的机会了 那好啦 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大家有兴趣 加入我这个 一天团 因为刚才说 如果我们加入的话 就可以 我们捉完的海鲜 立即帮我们煮 然后搞到我很想吃海鲜 所以现在呢 我们待会去吃海鲜好不好 嗯嗯 很想吃 好 那我们现在走 因为刚才在那边 吃不到蜆 其实本来也没有说 一定要吃蜆 但是有一个 完美一点的句号 所以就过来 吃这个 然后就吃蜆 好 好 哇 你看有鸡蛋 很多鸡蛋 好 那今天呢 我就 决定了 要真的 就是開辦這個一天團 因為我身邊是有些做旅行社的朋友 他得知我這個想和大家一起去旅行的小計劃之後 他就覺得是可行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8月24日搞一天的one day tour 我就會帶大家離開首爾去掘蜆和捉魚吃海鮮 我真的超級期待 因為掘蜆真的超級好玩 雖然我帶大家去旅行玩 但其實我不是真的導遊 因為如果你說搞這些tour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專業導遊才行 所以我做旅行者的朋友 就會安排所有所需的一切 然後我就是設計這個行程 所以如果大家8月24日在韓國 或者剛巧是要來韓國玩的話 不妨參加我這個MIRROR專屬一天團 暫時限定只是8月24日的一天 也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相同類似的東西 那就要看大家的反應 而且最重要是人數夠不夠 下面的說明文會有所有 這個一天團的詳細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來報名啦 因為真的很好玩 所以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因為我準備的tour 所以都會和坊間一些tour 是會有少許分別的 會有些小遊戲 然後我也有準備禮物給大家 所以這次這個day tour 就不像坊間的day tour 那麼普通 就是我本人親自去籌備 去策劃的一齊 對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書文文道 所有詳情都會在下面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可以幫你借我 記得followIG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龍香 記得訂閱我的鈴鐺 就拍了我的最新影片 那希望在中午見到大家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Bye 請訂閱我的鈴鐺